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嘘 我偷偷进来的 原来你今天晚上过来 是担心我丢了毒茶丝 还被父皇要求 亲自写信取见宋王难过 所以才过来的 方才老墙边 还揍了崔岳朗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回家呀 我也回家呀 你回你个头 我可受了健身损失呢 你不得奖励我一下吗 你要什么奖励 这样的奖励可以吗 这样吧 还是不够 你是不是觉得同我和离了 你出了什么事情 都不会牵连到我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次改变 是不需要代价的 什么代价 你的命呀 你要是不惜命的话 你当我丈夫做什么 这不还没出事呢吧 我不管你有没有出事 你冒险之前问过我没有 你是觉得你的生死与我无关 还是我不会在意你 我告诉你 佯文轩 你的命 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是我张力 是我未来孩子的父亲 你就算是为了我 为了我们 你也应当告诉我 平月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跟前驸马来往 再隐蔽些 娘娘 您与肃王在朝堂并无根基 此案 就连平月殿下都避而不谈 而您却迎头而上 怕是被人设计啊 多茶丝 就暂时辛苦你代持一下 科举的案子不难解 但我们根本没有改制的能力 你知道 全是最可怕之处在于什么吗 在于他腐蚀人心之时 那个被腐蚀得快烂透的人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所以 毁掉一个人最简单的方法 便是让他突然之间得到 远超他自己能得到的东西 这样 你不必出手 他便会自取灭亡 为娘娘做事 裴某分手应当 裴大人 以下犯上 强闯私宅 殴打超厅命官 裴文轩 你这犯的可都是重罪 我倒想看看 苏大人能在刑部把我关几日 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裴大人 他虽然表面温锐如鱼 可谁若挡了他的刀 他就会变成一条 一击致命的毒手 今日 我可以放你回去 可若还有下次的话 要的就是裴大人的命了 苏大人 什么是我回来的 什么是我回来的 宋姬 其实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哪怕你杀了我 我知道 你有你的理由 但我告诉你 如果你杀了裴文轩 我会恨你 我会恨你一辈子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放心 就有点小挫伤而已 胳膊吗 能动吗 别担心 吓坏我 好 好 好